2018年11月份 叶先生的亲戚在苏州买了这辆重泰S29汽车 去年2月份叶先生花12万从亲戚手上把车买了过来 开到8月份的时候汽车出了故障 这个车就是本日保在楼上的时候 就是经常不会动了 车员们不会动了 到时候等个洗湖五六分钟的以后 发东西发好以后 还能够用 叶先生说汽车行驶在路上会突然停住 踩油门也没有反应 仪表盘上亮起了好几个故障灯 他不敢开 就把车拖到绍兴俊泰4S店 拖到以后检查了一下 检查出了机窗新说问题 到时候配件没有 厂房登了货 当时4S店告诉他 配件到货的时间不确定 让他先把车拖回家 等配件到了再送去维修 但叶先生说这一等已经半年多时间了 叶先生联系重泰汽车厂家热线 对方回复 那不抱歉 因为疫情的影响 配件的问题需要 下一个部门正常复工后 会按照订单信号数据来发货 我从去年8月24号 给你们打电话到到现在了 是吧 你到现在还没发货 去年8月24号到12月24号没有预警的时候 你还没给我发货 现在你说要给我一个门去的时间吧 那这边也暂时没有接到货数了 那请你先再车拖一下 而4S店方面表示 配件到货时间 他们也没法决定 维修部经理提了一个方案 叶先生表示 如果厂家还是没有明确说法 他只能先去外面修 之后再来讨说法 1818黄金也接着报道